大家早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清新报报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的是 中国时报今天A4版的新一则新闻 他这边其中的标题提到 大统17产品获认证 卫福部表示 GMP难敌人心险恶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重点就是在讲说 即便我们的政府 有这么多的查核机制 可是难敌人心险恶 为什么呢 因为人有时候为了赚钱 为了小利 那他去做一些不乏的事情 只为了让自己能赚更多的钱 在这边呢 我们看到这边有提到 民进党立委姚文志 他指出 台湾现在已经变成食品亡国 亡是国家要灭亡的亡 他意思就是说 台湾现在食品安全 出了这么多的问题 那他还要将一话 保证不再发生食安问题 否则就该下台以示负责 这就让我们想到 到底为什么台湾今天会有这么多食品安全问题 究竟在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假设我们各项的把关是这么严格 是不是我们平常在做的各种抽查 各种的检验的事情的时候呢 做的太少 或人力不足 或是资源不够或怎么样 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这就让我想到 思考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民进党的立委 姚文治他固然很严厉的批评 说是食品亡国 台湾就快要因为这个食品搞得不好 要亡国了 可是你们民进党的市议员 每天又在干什么呢 每天就在搞这种正民运动 地球衣颜色一样 就说不行一定要不一样 你们浪费了所有的时间 在搞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没有人有时间 有这个资源 能好好的来针对台湾的各项民生议题 各项的食品安全来做把关 再看看民进党自己 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 在这篇是2010年11月11号的报导 台湾时报的报导 这内容提到国民党立法委员 召开记者会提出 苏贞昌在担任行政院长时 浪费公帕搞正民运动 根据审计部的资料 共花了3000多万将中正纪念堂 改成国立台湾民主纪念馆 以及中正机场变成桃园机场等等 也就是说我们光为了搞这些东西 随便改个名就花了3000多万 究竟这么多年来 我们花了多少精力 花了多少资源在搞正民运动 而没有时间关心我们的食品安全 我认为这是民进党该检讨 我们全民自己也该注意的事情 我们下期见